每年清明前后 都会有一批年轻人来到国商墓园 他们会花上一两天的时间 将墓园中数千座墓碑上 褪色的字迹重新描红 一过来这个国商墓园的话 看到这么多的墓碑 可能会说不出来什么 但是你心里面就会很自然地 有一种很敬畏的心态 就是先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 我们现在这么好的生活对吧 他们为我们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 所以就会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这座高三十一米的小团坡 安葬了三千三百四十六位抗日英列 他们生前来自四面八方 被授予不同的军衔 死后却被安葬在同一个地方 因为他们的牺牲 全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收复腾冲 抗日战争爆发后 日军相继控制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港口和铁路 市堤杯公路成为国际援助物资 以华的唯一路上公道 然而随着腾冲的沦陷 这条仅存的西南补给大动脉 也被迫中断 1944年8月 数万中国远征军 兵临腾冲城下 试图攻下仅剩一千余名日军 驻守的腾冲城 可满城的火山石建筑 如同给这座城池披上了一层铠甲 经过一个月的战斗 中国远征军伤亡惨重 却依然无法拿下腾冲 颠免公路大不通 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运不进来 这对当时的中国无异于一场灾难 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 腾冲就像一座火山一样爆发了 他选择了近乎自毁的方式 与侵略者同归于尽 经过了四十多天的熬战 中国远征军 以三千多名将士的牺牲为代价 终于攻下了腾冲城 一个已化作焦土的腾冲城 今天日盈之后 我们当地的老百姓 就把西村的浆寺的遗海 总得收集起来 集体火化 一个罐子装一把骨灰 然后放在我们 安葬在我们小坛坡上 那上面就有一块墓碑 然后墓碑上面就有 我们登记的这个军险和名字 总的是安葬了 三千三百四十六块墓碑 2017年11月 国商墓园迎来了 三位远道而来的访客 他们的父亲 是当年参加腾冲之战的 远征军战士 这次我们来啊 就是因为三十年前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 腾冲方运 寄来了我父亲当年抗战 因为一些英勇士纪 所以我们是对他非常崇敬 就一定要来看一看 他这个地方 战斗的地方 他保卫的城市 一场焦土之战 给腾冲带来了火山喷发般的浩劫 七十多年来 腾冲又在火山灰上慢慢重建 战争的痕迹也似乎在这座城市逐渐消失 岩宇古西的龙家三兄弟 也许只能从那场战争亲历者的记忆中 找到父亲的身影 这个一过台北之年的抗战老兵 叫吴彩文 腾冲战役时 他被安排到腾冲龙陵一带潜伏 收集日军情报 这天 他和龙家三兄弟约好 在国商墓园碰面 罗老师吗 多少岁 多少岁 今年92岁 好迷范 罗老师 坐坐 我们是三兄弟 我们刚才冰河山已经给您收了 已经在找您情况了 我们来找您的模拟 就是我父亲当时在云南群冲 我们现在想了解的就是 那一次战予之后 他在云南这边 一些情况 提供我们的我们的 到这边去前 到这边 第七康南纪念馆 当时参加这次战争的 一些人员的名字 开启一个名鹿墙 这面133米长的 中国远征军名鹿墙 镌刻着十万多个 滇西抗战参与者的姓名 龙家三兄弟希望 在这里也能找到 父亲的名字 他还是名字 还是集中的 余迪斯 鱼比比比的是 都是个是 都是个是 这第一个人看看 刚好痛 后来伤痛不受 那是第六菌 上面是第六菌 就是混血到 我好像找到了 你们来看一看 哦 龙少伯 龙少伯 是是是 看 上面 哦 龙少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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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是那切子 太难了 这一刻 他们等了三十多年 父亲已入土为安 但他的事迹 依然被这里的人们铭记 这一刻 是 多久 只有 都不俩 他 我看他 这一刻 他 都不俩 打好 就 我看他 是 我看他 我看你 我看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